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大家好 我是安宁 我们在上周学习了 あ行和か行 あ い う え お あ い う え お か き く け こ か き く け こ 需要注意的是 发音时柔和 不夸张 假名的输入法 一般按照发音 输入罗马字就可以 之后还会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 到时候我们再讲 我们再来看一下 五十音图 按照箭头所示 表示嘴的形状的 叫做原因 原因不同的叫做行 一行里有五个假名 比如 あ行里面有 あ い う え お 给行起名字的时候 按照第一个假名 也就是あ 所以叫做あ行 断的意思是原音相同 辅音不同 里面有十个假名 比如 比如 あ か さ た な な は ま や ら わ 原音一样 辅音不一样的叫做 段 在这儿就叫做 あ段 一共有 あ段 い段 う段 え段 和お段 五个段 五段 十行 构成了 五十音图 我们今天学习的是 さ行 和他行 先来看一下 さ行 三 し す せ そ さ し す せ そ さ的评价名 起源于 左左目的左 还有 左右的左 写法和左右的左 非常相近 看着是不是和我们 所学过的 き很像呢 但是呢 他比き少了一横 片甲名的 さ 就像是一个草字头 把右边的这个竖线 写得稍微长一些 圆一些 左左目是日本人的姓氏 我们学过木 叫做 ki 左左目就是 sas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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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八十年代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外教 那个时候的外教都是公派的 国家之间的这种交流人员 他就姓sasaki 之前是NHK的播音员 有一些我们不太整的发音 他就纠正我们 时隔三十年依然收益匪浅 日本的NHK就相当于我们的央视 sasaki就是 左左目 sasaki sasaki 下一个单词是 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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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写作 朝阳的朝 因为a 是五个原因里面嘴张的最大的 所以从嘴形判断 a的意思是 上面和明亮 sa 是 因姿 sa上的sa 意思是清澈 明亮的清澈 意思就是 清晨 早晨 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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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 日本有 asahi bile 就是 朝日啤酒 bile 是英语的 beer 片甲名用于 外来语 也就是英语啊 意大利语 这样的外来语 这个横杠呢 就相当于 一个长音 就是把这个音拉长了 我们今后还会学到 bile bile 据说呀 这个 asa bile 的生啤酒 是世界销量第一 asa bile的总公司 是在东京的浅草 金碧辉煌的大楼 象征着啤酒杯 旁边的那个标志 象征着 啤酒的泡沫 去东京旅游的时候 一般都会去浅草寺 就在那附近 有一条河 叫做 玉田川 也就是 asahibile 大楼前面的这个河 春天的时候 玉田川周围 樱花盛开 人们在樱花树下一边喝着啤酒 一边赏着樱花 悠闲自在 其乐融融 还有每年七月底的 玉田川花火大会 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 清晨 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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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次我们接触到了声调 日语的声调 没有中文当中的四声那么复杂 只有高低之分 第一声高的 用符号表示 就是在第一个甲名上标注横线 向下的这个数线表示下降 用数字表示就是一 比方说我们学过的 红 叫做 Aka Aka 第二声高的 用数字表示就是二 也 家和房子 数字三呢 就是第二声和第三声高 Ka emasu Ka emasu Ka emasu 意思呢 就是交换 今后我们还会学到这些单词 数字四呢 就是第二声 第三声和第四声高 也就是从第二声高到第四声 Ka e li ma su Ka erimas Kaerimas Kaerimas 它的意思就是回 回家呀 回学校啊 今后我们再学 之后的呢 就是一次类推 但是如果你遇到了数字零 也就是说 它后面一直要高 没有降下来的音 Ue 上面 Ue 往宇宙的方向 Ue 今后我们都会用数字 把声调标示出来 我们再感受一下 Aka Aka Ie Ie Kaemasu Kaemasu Kaerimasu Kaerimas Kaerimasu Kaerimasu 感觉一下是不是只有高低之分 在 Asa的后面加上形容词的标志一 就组成了 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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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是浅 意思就是浅的 浅薄的 经验少的 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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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重新回到声调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 形容词和动词 它的声调是在变形之后 比方说 形容词变成副词 动词变成过去是等等 也就是在变形之后 它的声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是圆形 也就是没有变形的原状 也就是字典上能够查得到的 声调就是 两个假名以上的形容词和动词 按照两边低中间高的声调念就行 比方说刚才的 Asa I Ka E Ma Su Ka E Li Ma Su 都是两边低中间高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今后再学更加多的变形 在那个时候 我们再去回忆这个声调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啊 我们开始学日语的时候 没有好好注意声调 然后我后来呢 去的又是京都 京都呢 还有口音 所以之后呢 我自己重新自学了一遍日语 几万个单词 重新查字典 重新改过去的这个错误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难 因为你脑子里边已经有一个错误的 再把它改成正确的时候就非常难 但是你脑子里边是空白的 那么你在这种输入正确的时候 就会非常非常的关键 因为你记住了正确的 它就是正确的 你记住了错误的再改成正确的 就非常难 有一次我跟日本人说呀 下雨的雨 就叫做Ame Ame 因为Ame是雨 而Ame是糖果的糖 不是下雨了 而是下糖了 就好像我教日本人学汉语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说呀 说老师下雨了 因为我当时不赶紧去把这个窗帘拉开 当时我还想呢 我说日本的确是四周领海啊 那真的没准可能会下雨 带鱼呀 水煮鱼呀 什么的 所以说 你在初学的时候 把声调学好特别特别的重要 下面我们学的单词叫做 Kusa Kusa 汉字写作草 从发音联想的就是 苦涩 那我们想一下 这个草的味道 是不是很苦涩的 Kusa 苦涩 Kusa Kusa 那浅草怎么说呢 就是 A-sa-k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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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草地区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寺庙 叫做浅草寺 是公元七世纪修建的一个 东京最老的一个寺庙 然后呢 我们再学一个单词 它叫做苦涩的 就叫做 K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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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臭的 草叫做苦涩 臭的是草的形容词 K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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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臭的相反的就是香的 春天是万物发芽开花的这种季节 开花就好像是花朵 花孤朵 裂开 撕开一样 所以日语就叫做 Saku 其实古代呢 它叫做Sake 就叫做撕开 后来呢 变成了Saku Saku Saku 我们曾经学过Ku 就像是一个左边的一个尖括号 所以它就代表了一个方向 Saku Saku 意思是裂开 开花 到了四月份 日本的樱花撕开了 也就是开花了 所以樱花叫做Saku La 这个La呢 就是我们今后要学到的 S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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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歌 就叫做Sakura 你可以听一下 这个名歌啊 大家都知道 像我们在小的时候的 在去开始学日语的时候 就经常听这个名歌 S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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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网上再去找一下 去听一下 下面我们学的是西 西的这个评价名的写法 就像是一个西长的钩子 西 对吗 评价名西 就像是一个三点水 所以一定要记住 你想到了三点水的时候 哦 这就是日语的片价名的西 常用的罗马字是SHI 是常用的 Ku Shi 是梳子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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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左边的尖括号 所以代表方向 Shi 是细长的细 你想想这个梳子上 是不是有很多 很细长的这个铲啊 而串 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细长的 这个竹签 把几个东西 用一种方向来给它串起来 所以方向加上了Shi 就叫做Kushi Kushi Kushi 就是梳子 和串 在聪明的一修里面有一集 这个富家小姐丽花 她捡到了想言妹妹的这个梳子 那当时她就说 硬收拾她的 一修啊就问这个丽花 说 你的梳子上一共有几个尘呢 当时丽花就答不出来 一修说 我告诉你一共是36个 因为Ku是9 Shi是4 所以9乘以4 就是36个 我们知道这个Ku 它的起源是永久的9 所以它这个永久的9的发音 和123456789的9的发音是一样的 而Shi是数字的这个发音 所以呢 这个Shi是4 还记得吗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日本人不喜欢的这个数字 是4和9 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的话 那你就要说 老师 为什么4和9 他不喜欢呢 因为这个Ku 是9 但是呢 这个Ku 从发音上来讲 它有苦的意思 所以 哎呀 死啊 酒啊 这种苦啊 这个酒不就是苦吗 所以感觉到 哎呀不好 但是呢 它也有从字形上的解释 所以Ku Si Ku Si 你就想到的是94 据说呀 日本古代的这个发书的词都是36根 你可以数一下啊 Ku Si Ku Si 下面我们学S S 看到这个嘴了吗 是要B上的 也不能发成苏 也不能发成S 而是你在发S的时候 把嘴稍微闭上 也就是这种圆润的平和的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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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评价名起源于汉字的寸 也就是把这个寸写成了一个连笔 而偏价名的S 就好像是没有进行交叉的这种Yu 又来了的Yu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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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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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子 这样的跟中文发音非常相近的 或者一样的 整体的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单词 它叫做音读 还有一个呢 叫做迅读 所以日语的单词叫做音读和迅读 迅读的单词就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单词 也就是说每一个假名都有自己的意思的这样的单词 我研究的呢 就是迅读的单词里面 每个假名的翻音和字形 它是如何引出意思的 我当年在日起的时候 我们公司有一个日本人 他说中文说的特别棒 他从80年代初七九来北京 那个时候是住在北京饭店 这服务员呢就经常问他 你还有椅子吗 他就说有 他还想呢 他说是不是怕房间里的椅子被别人偷走啊 所以他才老问 你还有椅子吗 后来他才知道 椅子是北京话 意思就是肥皂 其实日语的椅子 就是从中文来的 叫做椅丝 椅丝 下一个是苦死了 就是药 就是药 刚才我们学过草叫做苦涩 这个药就是苦涩 而药就是苦死了 下一个呢叫做 意思就是一点 稍微 如果有人问你 你会日语吗 你就可以回答 少し 这是一个副词 下面我们学习 C C的评价名和片价名都起源于世界的事 A和C组成了 Ace Ace 汗 汗水 A的意思是上 C是中国古代无音这个里面的发音的 C C就是水 所以叫上来的水 冒上来的水 就是汗水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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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C组成了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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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汗臭的 汗臭味道重的 Ace Ace 你发现了吗 甲名越多 这个圆形的声调都是两边低中间高 它主要是为了方便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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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过青 叫做Ao 也就是蓝色 它加上表示臭的 气味重的 这个C 就构成了Au C Au C Au Au C Au 意思就是太青色 太不成熟 下面我们学习S S S的评价名起源于其他的旗 要写成一笔 而片甲名的搜就像是曾国藩的曾上面的两个点 也就是右边的这个点要写的稍微长一些 我们学过这里 Coco Coco 那里就是Soko Soko Soko 还有一个那里 就是表示更远的那里 或者是双方都知道的那里 叫做Aso Aso A是上面 上面的你想想离我们地球的都远吧 A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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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Soko和Aso 有什么区别呢 比方说 对方说了 说我后背那儿痒 你帮我挠呢 就要说 Soko Soko 如果你说了Aso 那就变成了 这个给你挠的这个人呢 他知道 或者感觉到 你已经 哪儿痒了 Coco Soko Aso Aso Coco Soko Aso 我们再来念一遍 Sa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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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学习Tahan Ta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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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我后来才弄明白是太太,少下了一个点,所以说你学这个汉字也是非常难的,幸亏日语里面有很多的汉字都是起源于我们中国古代的汉字,他自己也有造的汉字是极其少的,并且这个假名他也都是起源于汉字,所以真的是方便了我们学习,不至于你,大的和太太搞不清楚。 片甲名的他,取了起源汉字多的其中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西洋的西,表示多的他和表示卡,也就是说天家的家这个卡组合在了一起,叫做多家,再加上形容词的标志一,就构成了高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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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高的,价格贵的,高い rough,靠言 세,高い,高いос initiative中文字,那加多就是 Rice, bit,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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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sexy, it's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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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羅 cuenta,硬,硬,硬 ensure,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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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주세요中国,硬,硬,硬 Jeans,硬,硬,硬ぇ,硬,硬,硬硬,硬,硬IEcu. 起源于知道的之 他写一横 然后把剩下的部分写成了一个 像是一个挂钩一样 片甲名七起源于汉字千 他就把这个千的这一竖 写成了一匹 七最常用的罗马字标识 是CHI 喜七 喜七的意思呢 就是七 七就是七 那为什么前面加上了西呢 他干嘛不说七呢 是因为古代两个七 也就是 琪琪或者琪琪 就构成了是我爸爸 是我的爸爸 你在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是我的爸爸 就叫做 琪琪 或者念成 琪琪 琪琪它有两个声调 是一和二 那么如果要是一个七的话 就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意思 或者很多很多其他的汉字 所以前面再加一个 跟七翻译相近的 西 就构成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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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 滋 滋 滋的平甲名就像是一个圆润的钩子 片甲名的滋就像是绝物的绝蛋上面的三个点 但是要把最右边的写的稍微长一些 常用的罗马字标识 是 TSU 特别要注意的是 这三个片甲名不同 这三个片甲名不同 就像是穿 西是三点水 是曾国藩的增的上面的俩点 接下来的单词是 汉字写作热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触摸的这种烫 写作暑的时候 是天气热 它们的声调都是二 也就是说今后你在变形的时候 二就管奏了变形后 A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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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后的时候呢 声调是零 今后我们会学到变形 Atsui Atsui 但是圆形都是一样的 什么意思呢 就叫Atsui 刺痛 你想想 烫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感觉 Atsui 然后引申为了数和后 A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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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学习T T的评价名 就是把起源的天 写成简化了 天假名就是天少写了几笔 T的意思呢 是手 你想象一下 从成语里边的 一手遮天 所以你就可以联想出来 天 引出了假名 T 而T 引出的意思是手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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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发成 T T T 非常平和 圆润 T 下面我们学习 T T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 就是 总是搞不准 怎么能发出来 T 因为我们北方人 这个嘴会张得比较大 比较夸张 所以 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发成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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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大学老师就说 别偷了 别偷了 他要念成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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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假名 起源于汉字停止的指 评价名写得比较圆润 评价名就是 萝卜的波 我们知道 古代对于年月日的研究是特别的细致 一年是365.2422日 还有什么日年啊 甘之等 它这种分类是特系 所以 所以日语的年和岁就叫做 Tosi Tosi 就是特系 T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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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年怎么说呢 就叫此年 叫做 T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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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学习了三行和他行 我们看着评价名的表 再念一遍 再念一遍 T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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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片展明的表 再念一遍 T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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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周 每一个展明都分别要写十遍 然后我们学过的单词 也是照着五十音图 分别再写五遍 多念 多听 在单词当中记忆展明 是最有效的方法 祝大家学习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